歡迎回到澳豆 看完剛才浪漫的德國之旅之後 接下來請拿出你的童心 還有你的少女心 因為接下來的畫面 讓你看得絕對會直呼 實在太可愛 因為今天體育主播要帶大家 見證新生命鴨寶寶的誕生之旅 就是在宜蘭武傑鄉的這座鴨寮 鴨寮裡面有各種品種的鴨鴨 可以和你超級近距離的接觸 還有萌翻天的科爾鴨 淚頭鴨 讓你化身一日鴨黃鴨厚 享受被好幾百隻鴨鴨 促勇的高人氣 這次送給妳好不好 這是我今天的禮物 對...小心喔 鴨王 我今天是鴨王 下午11點鐘 歡迎加入一件事成年新聞 今天很多觀眾喔 紅麵帆鴨 櫻桃鴨 可爾鴨 500多隻鴨鴨齊聚在宜蘭縣武傑鄉 今天要對大家直擊鴨鴨感聲 我們先來看一個禮拜的 我照給妳看好不好 好期待喔 這個很可愛 它這個要這樣翻蛋 有沒有 有沒有 還有妳要注意喔 妳看 所有的尖的都是朝下的 我照給妳們看一下 這個有 這個就是受精蛋的話 這裡有那個 有沒有 它有那個血絲有沒有 有沒有 有啦 對 有沒有 很明顯 對 這個就是受精過後這樣 如果沒有受精蛋的話 它裡面就是一顆蛋籠在那邊 圓圓的 就是我跟妳的蛋 這邊的話 有沒有 這個是 有聲音 有 浮出來了 這個就是要破殼的 有沒有 有的羽毛還是濕的有沒有 妳把它看 這個多可有沒有 這個它就從這旁邊去走… 之後一撥就開了 有沒有 它就是這樣出來的 看這個 它在這裡破殼有沒有 這個才破一點點 對…有沒有 要灼一整天嗎 老闆 要喔… 妳看 它在裡面有沒有 嘴巴在那邊有沒有 有沒有 它在嘴巴在這裡 有沒有 它一直在走 有沒有 它力氣好小喔 對啊 加油… 加油… 老闆說小鴨們得不眠不休 著個一到兩天 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接下來這一幕 Ground Home準備好囉 相信你要跟我一樣興奮 拆一個 這個是它的腳吧 寶寶早安 應該是叫 在叫 它的聲音 剛才 翅膀就來了 你感覺好暈喔 好像洗完澡 它一定濕濕的 這叫胎盤嘛 有沒有 上面有一個膜 哈囉 它來到世界的第一鳥 就見到我耶 它本來是媽媽喔 會喔 會喔 會的 如果你這樣一直照顧牠 牠會跟著你走 牠會跟你一直走 你走到哪裡 牠會跟著走到哪裡 老闆就走到哪裡 我把牠去 可以啊 這是濕濕的 有沒有 好濕喔 好 就濕濕的 這個一般我會等牠毛乾了 再抓出來 這剩不到24小時就上店 是你的感想是什麼 而且牠是最小的家庭 你的感想是什麼 牠開始吧 對 風起來了 你要不要跟鏡頭Kiss一下 因為這裡的鴨子都會飛 可以飛多高喔 對 飛多高 牠就跟一般的水鴨這樣 野燕一樣這樣飛 難怪這裡要上兩隻的 這麼會飛喔 那三隻有沒有 那三隻就是柯爾 白色的柯爾鴨 牠嘴臀都比較短 那一隻有沒有 最中間那一隻 對 是綠頭鴨 那個品種就不一樣 小心喔 有沒有 好像奇異果那種綠 那一頭在這邊 則是核色菜鴨 牠們都是鴨媽媽們 專門下蛋 這個就是剛才的那個 褐色菜鴨 晚上都進來下蛋 現在沒有在下蛋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鴨子下蛋差不多是晚上 我們都十一點到 凌晨五點左右 也有比較晚生的 對 也有六點多 對 這樣嗎 雞的話是生白天的 牠可能七八點 五六六 六七點七八點下蛋 這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我們挑的話 這一種妳要挑 清脆的聲音 對 它是沒有裂痕的 所以這個還不錯嗎 對 有沒有 很紮實有沒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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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會選了喔 妳注意聽 有沒有 有沒有 跟妳那個聲音不一樣 這個就是妳看 看沒有是 這已經有裂痕了 五顆蛋選好了 選壓蛋第二位 要開始囉 這個蛋如果有髒了 我們不能洗 一定要乾的 對…妳洗了 就把那外面有個膜 就把它撲壞掉 然後會壞掉 你有沒有聽說過 阿能看把 什麼意思 代表妳如果做壞事 一定會有人知道 這個就 紅土 然後妳把它用了之後 把它放著兩個禮拜 把它土洗掉 蒸熟就可以吃了 放進去了嗎 老闆 對 五顆都放下去 整顆下去這樣嗎 對 整顆下去 整隻手都弄到 好鼓流 好冰… 這樣把它翻起來 對 整隻手下去了 出土了 好好好 看我走得上戴手套 對 而且每次外景越來越髒 雖然用得髒稀稀 但是靜置兩週後 就可以吃到QQ的 紅土型鴨蛋 還有現做現吃的 送妳一朵番茄花 去吧 寶貝 涼涼的今天 吃著好吃的披薩 和鴨鴨們一起午茶 今天是一趟 毛絨和卡哇伊的探索之旅 見證新生命生生不息 烏告發育